你知道嗎 上山的時候要走36道彎 而且來梅山這邊要逛什麼就是太平雲梯 每一口都會爆漿 你看我的手現在 整個流到我的手滿滿的湯汁了 而且我還蠻喜歡這家插櫃的品質 因為它很軟 快接近麻糬的Q軟 因為我聽到他說 總統指定要吃的茶葉袋 見過總統府的 這裡真的不是在地人帶的 根本不知道會有餐廳 沒錯 他這邊有一個告示牌鞋 古厝食堂 我們要帶大家去吃一個90歲阿嬤做的料理 這一間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沒有隔金牆 我覺得如果很喜歡清淨大自然的話 可以來這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鈴 屬下葉玲 我現在人來到了嘉義眉山 哇 人生第一次來嘉義眉山 小便 你的故鄉 你怎麼沒有告訴我有這個景點 這裡太遠了 我也是第一次來 你知道嗎 上山的時候 要走36到1 我剛剛已經暈到不知道東南西北了 可是開車的人是你 所以我應該要很擔心才對 而且來眉山這邊要逛什麼 就是太平雲梯 這邊附近也有一個老街 可以去逛逛 吃吃看美食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逛老街 等一下吃完美食 我們再去逛太平雲梯 好 我們出發吧 好 我們剛才把車停好以後 就往這個方向走 老街其實就在這個區啦 那這邊也有停車場 停車場一次收費是100元的 走進來呢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個豬竹料理 有那個燒烤類 然後高山食蔬類的 所以在這邊也是可以內用點餐的 不然就是可以直接買 它那個烤香腸跟瘦肉的部分 欸 走進來就聞到香腸的香氣 是 好像可以買一根來試試看好了 好 那我們就買一根吧 好 剛才買了 這根50元的大香腸 試試看喔 它腸液也太脆了吧 它是要燒那個原木 所以那個油脂 你剛剛有看到嗎 那油脂會滴下來 每一口都會爆漿欸 你看我的手現在 整個流到我的手 滿滿的那個湯汁了 它真的是超級爆漿的 這個是製作苦茶油的機器欸 好酷 我第一次看到苦茶油脂 喔 看一下 喔 苦茶油脂嗎 然後它就進這個機器來摸 有沒有 你看 它現在滾動 所以呢 它的油就會往這個方向滴 剛剛我們不是看到那個苦茶油製造的機器嗎 原來苦茶油是這樣做的欸 還滿酷的 那它在旁邊呢 也是有賣一個草花粿 應該是同一家的啦 它不是說它是賣粿啊 我以為它是賣那個草花包子 因為它的草花粿很大顆對不對 對啊 很像包子 很圓欸 而且它是素的 所以素食朋友也可以吃 因為它是用香菇跟蘿蔔絲做的 好吃 它雖然是素的 但我覺得它的香氣完全不輸昏的 欸 昏的會有那個蝦米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它香菇的香氣就已經很夠了 有一些啊 它會放那個豬肉碎 或是豬油 豬油醋 沒錯 而且我還滿喜歡這家草花粿的品質 因為它很軟 快接近麻糬的Q軟喔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超級夯的 有賣冬瓜茶的一個店 其實這個冬瓜茶我們就用兌換 因為我們其實有在那個太平雲梯的官網 已經先買好套票了 所以它就有免費付一個35元的冬瓜茶 這家冬瓜茶不只是冬瓜茶厲害 它的那個茶葉蛋 還有豆干也是必吃的 因為我聽到它說 總統指定要吃的茶葉蛋 建國總統府的 它這樣三顆是55塊 我覺得OK欸 可以來試試看 嗯嗯嗯 我覺得它甜味我滿喜歡的耶 就是天然的那種甜味 那種手工炒滋的 好棒喔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它會叫我們買茶葉蛋 真的是跟一般的那種便利商店的 完全不能比耶 因為它茶葉蛋有飄出來一種 淡雅的茶葉香氣之外呢 它的雞蛋怎麼這麼Q啊 而且它要滷得滿入味的 欸 我剛才收到一個資訊 就是老闆也有講說 他們茶葉蛋滷四天欸 難怪這麼入味對不對 老闆說它的豆干會爆漿 要小心 真的有啊 你看它的孔洞你就知道 它可以吸滿很多很多的湯汁 小朋友來示範給你看 要知道它有沒有爆漿 你看我順便插一個 你看它整個湯湯水水會流出來的 欸喜歡吃辣的 好像可以加辣試試看 一定要加辣 一開始不會讓你辣到 然後後面那個辣感就會慢慢呈現出來 喔 很有心機的辣醬欸 剛剛喝完冬瓜茶的對面啊 有賣地瓜燒欸 這個也很少見欸對不對 一般都是章魚燒啦 蝦仁燒之類的 是 沒錯 你看它一個一個還蠻可愛的 這個也可以買一盒當伴手禮喔 好 我們先買一個來試試看好了 一般地瓜好像可能就是烤過的嘛 這個地瓜燒就是 上面好像有一種那種焦糖炙烤過的感覺啊 這我感覺老人家會蠻喜歡的喔 喜歡吃地瓜的人也可以買欸 剛剛那個地瓜燒太好吃了 買了一盒的伴手禮 這個是醬一盒是220的 我剛才問老闆它是怎麼做 喔 原來它是有加牛奶跟發酵奶油 難怪吃起來有一種creamy感啊 對 就像那種卡士達醬的那種綿綿綿的 對 但是又沒有像卡士達醬那麼的稀 它是很濃郁那種 真的很好吃欸 大家可以買起來欸 另外地瓜燒的對面這邊啊 有賣一個好特別的 我們來試吃一下好了 嗯 很香啊 而且它非油炸的 聽說是用這個有機糙米做的 然後它這個蝦 聽說是用澎湖的火燒香 一包是賣差不多120 我覺得這個可以買回去當伴手禮 也還蠻不錯的選擇 推薦大家可以買 帶大家來去一個秘境餐廳 你看這邊有一個小巷子有沒有 你們就走進來 這裡真的不是在地人帶 根本不知道說會有餐廳 沒錯 它這邊有一個告示牌鞋 古厝食堂 我們要帶大家去吃一個 90歲阿嬤做的料理 這邊真的很有那種鄉村風格欸 對不對 跟都市的景象完全不一樣 你確定真的有餐廳嗎 不要懷疑 走進來 我好像有看到 阿嬤在那邊了 各位這位就是90歲的阿嬤 哇 飽到未老欸 阿嬤你真的是90歲了嗎 謝謝你 好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菜單 米粉啊 炒麵啊 這些都是古早比菜單常見的 還有地櫃 這個早餐吃也可以欸 以及滷肉飯也有 然後炒食蔬 菜脯 跟這個苦茶油雞 好像可以試試看欸 對不對 那它品的只有一種就是 菜脯雞燉湯 對 而且它菜脯雞跟苦茶油 是假日才有 我們應該要點假日限定 因為我們今天來呢 是假日 好 我們就先來點餐 等一下再跟你們分享它這邊的味道吧 好 我們試試看喔 它的炒麵粉80元 很大份欸 剛才小編很探心說要一個炒麵粉 炒麵粉想說炒麵粉就夠了吧 欸 它真的很大盤 還好我們只點一盤 然後放一些蔬菜啊 肉碎啊 木耳 以及香菇下去炒 而且我們剛才點小份的苦茶油雞啊耶 超大一盤的耶 讓我想起嘉義阿里山的那一家秘境 因為我們之前有分享過一家苦茶油雞嗎 它連薑片煸炒到也可以直接吃 很脆欸 有一個薑的香氣 嗯 不錯欸 不錯欸 大家在廚房就有聽到啊 那個在炒鍋的那種聲音 軒軒香香的 這算是簡單好吃的一個味道喔 然後炒食蔬這應該是有高麗菜跟榮絮菜的 我就點了一盤榮絮菜 真的是跟嘉義的阿嬤跟媽媽超脆的味道是一樣的 我覺得一個人來吃啊 可能真的份量會蠻多的 兩個人一起share的話會剛剛好 那菜鋪能也是可以點來搭配試試看 其實你知道我最喜歡什麼主食搭配菜鋪能嗎 掰掰 不是 是粥 喔 對 因為我小時候呢 常常媽媽做菜鋪能的時候 一定都是煮粥的 像不像國小放學回家 還沒洗功課阿嬤就叫你趕快去吃飯 盯著你吃 然後因為湯品是假日限定的嘛 所以我喝喝看好了 它的湯雞肉也是給蠻多的 有蛤蜊 然後有放枸杞 這味道是筍的味道嗎 菜脯 喔 是菜脯的味道 喔 有看到還放蠻多菜脯的 這個感覺早餐吃還不錯 對 而且過渣魚的蘿蔔糕要怎樣 你知道嗎 標皮要是恰恰 喔 那中間呢 要很綿密紮實 我們試試看有沒有很綿密紮實 因為它有提供那個醬汁 第一口就咬到有蘿蔔的香氣 它應該是用真材實料的蘿蔔下去做的 因為真的還蠻綿密 它不是容易碎掉那種 跟早餐店吃的VX不一樣 嗯 嗯 好 吃把飯以後 現在我們要去走太平雲梯了 那它一個人呢 售票是100塊的 可是如果你是嘉義縣市民的話呢 就只要30塊就可以了 帶大家去看看它的風景如何 那我聽說其實是 最好是早上 或是傍晚的時候呢 它那個景色會比較漂亮 因為可以看到日出跟日落嘛 然後它的那個雲海會非常美的 好 我們現在在太平雲梯的這邊附近 應該是往這個樓梯上去 大家看一下這個樓梯超級高的耶 哇 對老人家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喔 小編 你還OK嗎 可以 它大概是六層樓高 好 我們終於走上來了 有一班旅客跟團體旅客的購票 我覺得我現在 超傳的 這邊有寫它可以進來的總人數呢 大概是300人 所以300人可以同時站在這座橋上 這觀景台呢 就是可以給大家打卡開照的 很漂亮耶 其實你往下走 帶大家看一下喔 其實非常高耶 哇 我們剛才開車呢 就從這個路走上來的 所以這就是太平雲梯了 欸 我覺得啊 現在正中午走啊 好像真的是太熱了 很刺眼耶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霧啦 因為半山要那邊啊 還是有一點霧 你看那邊都是灰茫茫的 霧茫茫的一片 它會跟著時間點跟那個氣候啊天氣啊 變化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每次來看到景色都會很不同 欸 其實比我想像中超穩的 因為我原本想說一般的吊橋啊 會有點搖搖晃晃 更何況如果上面承擔的是300人的重量 你想那個吊橋多可怕 哇 其實邊走啊 可以邊欣賞這邊的美景耶 而且這應該算是我們走過最高的美景 如果你們早上8點多來的時候啊 聽說它那個雲啊 會比較厚一點點 好像有一種雲霄的那種感覺啊 那種景象就是真的超夢幻的 我要走中間就可以順便拍一下 我的腳下的美景 走上去不打緊還要再往這個樓梯下去 走下來以後就超熱的了 今天的體力真的是消耗得很足夠了 我覺得我們剛才吃這麼多啊 總算有消耗完了 哈哈哈哈 其實整體走下來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主要就是適合給喜歡拍照打卡的人了 那最後再跟這個太平民T say goodbye囉 我們現在進來到一個叫做空氣圖書館 非常溫靜而且很森林系 它裡面有超級多我很熟悉的植物 這一間啊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沒有隔間牆 有點是開放式的空間 我覺得如果很喜歡清淨大自然的話 可以來這邊 那這邊其實也有正餐 也有甜點啊咖啡這樣子 我發現它菜單選擇也是很多耶 有賣鍋物啊 定食啊等等的耶 但我今天是特別想吃甜點 所以等一下會來點一個它的小點心 好的 我們的影片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我們就來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心得喔 不管是太平老街還是太平雲梯 我覺得還蠻適合給都市的朋友來這邊的耶 因為它這邊老街賣的東西啊 是我們一般那種觀光區不會看到 不會重複的 特別是他們的店家都非常的熱情 就是你路過那條街 喔超多店家老闆就趕快招待你進來 就來來來來來我請你試吃 你試試看這個餐廳不錯 然後又不會強迫推銷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太平雲梯啊 雖然是要100塊的門票 但是我覺得啊 其實如果你們在不同的時間點來 拍到不同的美照 你會覺得蠻值得的 建議大家可以參考他們的官網 因為他們有一個即時影像 看一下說到底哪個時段 它的雲霄最後最好拍了 你就上去 好的 那我們嘉義梅山的半日遊行程 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大家有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1